今天的節目將帶您去吃 沒有門牌卻人潮爆滿 北海岸最強萬里蟹 晚來吃不到 雞佛腿褲成為面線主角 創意搭配超級吸睛 海產界人氣王 肥嫩鮮美的生魚片 一片只要五元 雞排是排名第一的平民美食 蔥油餅則是很多人的下午茶收稅 但你有聽過炸彈蔥油餅 裡面包雞排沙拉嗎 這家可是全台唯一 老闆娘在蔥油餅裡面 包進雞排還有滿滿的高麗菜絲 新的口味果真吸引了 民眾大排長龍 充滿飽足感的大份量美食 讓人不遠千里而來 清風時來 敲響風鈴 也敲開一天的序幕 油鍋的溫度就像老闆娘 炙熱的心迫不及待 要迎接客人上門 來 出去 妳要有燙的嗎 沒燙的嗎 有燙是這排飯沙拉 沒關係 妳多久要過來 三分八號 兩個辣一個顏綠嗎 妳整身多久過來 不只電話接到手軟 林壽華還得忙著接待現場顧客 我今天是妳的總之本事 我總之本事 我朋友也是 像我今天就是特別 鑽車把他載過來 就這樣一起來跟妳補 好 我們都是妳的本事 鑽車前來就為了品嘗這一味 全台獨一無二 包雞排 包生菜沙拉 健康又有飽足感的炸蛋蔥油餅 她說包雞排 她說包雞排 我通常包雞排 這很奇怪 而且包雞排還不是重點 真的是 還有包沙拉 因為這種炸的東西很乾 她最厲害就是射沙拉 沙拉真的整個重 被朋友推一推 對 她就一直講 講它的梅子汁 雞排很脆 餅皮很脆 對啊 因為我追這種這種炸的 本來就沒有那麼有興趣 然後講完之後 吃吃看好了 愛吃精為天人 天氣越來越熱 其實事實上吃炸的 很容易上火 但可是吃完他們的蔥抓餅 都不會有那種負擔感 儘管可能我不是住這邊的 但它的味道會讓我記住到 就是只要我有經過 我就必須要來買 來 吃吃看 吃看 堅持現感現炸 用手做的溫度 延伸餅皮的Q度 接著進到滾燙油鍋 高溫塑形 不用幾秒鐘 當麵皮穿上金黃麵衣 兩面恰恰 就是起鍋的最好時機 好像包炸彈的蔥油餅 那很單調 又沒有健康 因為孩子 他不想吃菜 不想吃其他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 包一些菜 還有包軟 還有包雞排 還有雞排 孩子吃一天的健康就很夠了 刷上特調梅子醬 酸甜滋味 貝餅皮完美包覆 再灑上自製胡椒鹽 提升口感層次 接下來放上一片香酥雞排 和灰爆漿的炸彈 最後才是重頭戲 大把高麗菜絲淋上千島醬 令人愛不適口的美味 大功告成 因為像我住在台中 那台中沒有類似的東西 所以我第一次來看到 我覺得蠻驚艷的 就是有沙拉在裡面 然後這樣就有了澱粉 蛋白質跟纖維 這樣乾淨 這樣可以當作一餐 感覺是不錯的 我覺得它的餅皮很酥脆 然後它的雞排配上它的沙拉 也不會顯得雞排很油膩這樣子 對我覺得非常爽口 那個皮很酥 然後雞排好吃 對 然後它因為裡面還有那個沙拉 就不會太膩 而且它當然還是半熟 超頂 真的超頂超好吃 它會爆炸 整個炸在嘴巴裡面 這顆炸蛋是蔥油餅的靈魂 有做出特色 全靠老闆掌握精髓 控著果厚 油溫 讓蛋白凝固 只能搖晃 不能攪拌 等到表皮酥脆 在蛋黃過熟前 就要趕快撈起來了 朋友之前我推薦這間 滿好吃的 就想說今天來吃看看 對啊 還不錯吃啊 會爆漿 第一口咬下去就爆漿 像荷包蛋一樣 可是它裡面是 像糖心蛋一樣 會有點像熔岩一樣的感覺 所以不要跟外面不太一樣 身在石木魚的故鄉 食材選擇 當然也要因地制宜 林秀华用新鮮濕魚肉 炸成魚排 外酥內嫩的風味 成功騙過小孩的胃 老闆娘 加料不手軟 非要把整麵餅皮塞得滿滿滿 兩片厚食魚排 加上蛋 沙拉 幾乎爆炸的內餡 連對折都有困難 更不要說放進小小的紙袋裡 只見瘦華的女兒左塞右擠 才好不容易讓自家的餅乖乖做飯 它那個料非常多啊 非常有飽足感啊 非常好吃 然後吃了就沒想忘記那個味道 所以就會一來再來 如果你中午會餓 就吃這個一個就飽了 一個吃不飽就吃兩個 一定飽 一定慢慢飽 為什麼一個東西可以讓 北部人 中部人 南部人 吃的都喜歡 這個一定不是區域性的東西 是在你達到大家的水準之上 對啊 而且要評價 儘管林秀华的炸爛蔥油餅 已經廣為人知 成為台灣必吃美食 但它不安於現狀 劃力自現 而是繼續研發創新 解鎖新菜色 因為蔥油餅是炸的 大家都會先入為主 都說炸的不健康 我想說要再變化一個東西 變化一項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典負大家的吃飯 因為旁邊的鬆餅就是 都一個燈燈 包下去就回來了 吃起來會乾乾 我就也是用很長時間 研究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要一樣 做蔥油餅的觀念來做這個餅 全台首創雞排蛋沙拉鬆餅 用特製辣醬提味 包進比手掌還大的雞排 飯熟蛋跟大量生菜 你從沒見過的獨家產品 正式亮相 我看見到有人做這樣 我認為我們要創新 要做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才有方式立足 當初創業的初衷 是為了有更多時間 陪伴女兒成長 也因為她從小就愛吃炸蛋蔥油餅 林秀花才決定 以這個品項出發 現在寶貝女兒身上國中了 是媽媽的得力助手 點餐 包餅全都難不倒她 我都會開始包 包接人家 全部都會學習 一家人聚在一起 做生意的同時 又能維繫感情 林秀花要把蔥油餅裡 滿滿蕩蕩的愛 用最直接的美味 傳遞給消費者 又到了萬里蟹產季 很多老饕會衝著肥美秋蟹而來 在萬里漁港附近的 這家鐵皮屋餐廳 沒有地質門牌 自家就有補蟹船 賣的就是最新鮮的海味 清真山點蟹鮮美肉多 避風糖炒蟹超級夠味 洋蔥淡口味則是鹹香四溢 重點是完全沒有把螃蟹的鮮甜搶走 老闆還自創了金沙中捲軟Q酸 油條鮮科也是大力飽滿 CP值超高 車輛大排長龍 掏客一路衝往新北市萬里 因為一年一度的萬里蟹季 已經開跑 這家位在公路邊的鐵皮屋 沒有門牌 高掛著的是萬里蟹三個字 就是它的金字招牌 哈囉 幾位 這邊點 我們來 全天來吃這個萬里蟹 對啊 全天來吃螃蟹 這間好吃 我們每次都來這間吃 很好吃 很鮮甜 好吃 很新鮮 讚喔 算滿常來的 對 每年年底都會來 它的螃蟹很新鮮 然後它的品質很好 對 然後價格也不會太貴 我們今天點的是沙姆 那個是很多那個蛋 對 很多蛋的 老闆們自然不絕口 從四面八方而來 都是為了這些美味的萬里蟹 清蒸吃到原味 海味超鮮甜 避風糖做法炒出辣勁鹹香 洋蔥蛋 湯汁濃郁 飽滿蟹肉沾著吃 是超對味 多重料理的方法 讓萬里蟹華麗變身 幕後的推手就是老闆曾慧中 煮起萬里蟹 就如同他的個性一樣 趕緊俐落 那大火熱油 炸到它熟 這是客人比較重口味 才點這一個 十個客人九個都原味 比較多了 大火熱油 離出螃蟹的色香味 光用看的就讓人心沸騰 炸好的螃蟹 用特製的調味蒜絲拌勻 一道充滿海味香氣的 避風糖炒蟹就完成了 層層堆疊出視覺 給予味蕾超夠味的享受 像這個尺寸 它就在半斤左右 這個就在十兩以上 看它的殼的大小 像這樣子 你這樣看 你就差不多知道是有沒有肉 我是都這樣教個人 他這樣剪出去 然後這樣再剪一片 然後剪到由這裡 翻過去 所以我們會篩選 在我們這裡吃 你安心 有那種每年都包到的是不是 有的 每個禮拜的 一百多次 對 整桌都是螃蟹 我們是不是蒸到 都快昏倒了 清蒸原味的熊讚 飽滿蟹肉紮實新鮮 蟹嚼大汁 什麼調味都不佳 只嚐到大海的味道 而能保持萬里蟹這麼新鮮 因為曾惠中買的螃蟹 全是自家螃蟹船捕撈 在港口山選大小後 直送店內 但所謂看天吃飯 想要有手輕的萬里蟹吃 客人也是要烹運氣 而捕蟹船回來的時間不定 有時甚至是晚上下著大雨 也得要確保螃蟹的安全 平均量都夠比較多 但是不夠就是天氣不好的時候 進來就有了 只是它量抓得不夠 它就不回來 一邊放一邊收 一邊放螃蟹 一邊放螃蟹 讓它進籠子 一邊收 現在有限量那個 沒有超過八公分不能抓 還有抱軟不能抓 你如果要吃花蟹 要在六七月的時間 那時候是最磨滿的時間 然後你會吃三點 就是九月過份 然後十月就是兩個都吃 對 對 那你的頭髮就是在那邊長大 對 那你這種小舊的方法 不然你這個螃蟹可以吃嗎 那時候 以前這個根本就不稀罕 我們這裡是海鮮不稀稀 因為我們是從小吃到大的 萬里蟹的煮法很多種 每一種都各有支持者 洋蔥蛋螃蟹 清淡俊永中 不失調味的美好 曾惠中把炒料和螃蟹分開處理 不搶螃蟹的海味 和鍋氣十足的炒料結合 香氣大爆發 蟹肉以遲銷魂 再忘記整整是三個月 都沒有休息 就專程來這邊吃 蟹肉很多很多 三點或花蟹都不錯 很好吃 對 很新鮮 對 然後料理的蠻好的 它比較有這個 這都很好吃 對 有的時候要大隻 我會跟他講說 不要說螃蟹要大隻 螃蟹要肉 我會幫他選 如果篩選 如果說其中有一隻沒有肉 我還要還哪一隻 我就覺得做吃的這一塊 就是良心看 就是你有沒有良心 然後你覺得你要賺多還是賺少 還是一般般就好了 就隨便跟人家決定 因為你如果伎倆的 我看我們這個又沒裝潢 然後沒客人 以兩計價 真材實料不占客人便宜 而能毅力二十年 當然不是只靠萬里蟹一樣 拿手料理還多著呢 這個來的時候是整隻 整隻好的 他們不是在外面殺嗎 抓套丟有抓套丟 海釣有海釣船 所以這個回來也是很多對不對 你是回來的 對 我們先原本就有一攤在賣 我弟在賣萬里蟹 我是只有煮而已 後來他沒有賣 我就接手 因為切菜什麼 我原本就會了 我就是學什麼炒 什麼放醬料 魚船上先凍的中捲 每天早上要先切成片狀 曾惠中把它料理成為金沙中捲 是店裡的招牌料理 好稱一吃就會上瘀 然後等油熱的時候有沒有 一個一個嗎 對 我會有看 我們是屬於分量比較大的 我要再火久了 一下下而已 幾分鐘而已 像這樣子丟起來了 好漂亮喔 快速把鹹蛋黃翻炒後加入炸好的中捲 接下來動作也是一秒都不能慢下來 因為溫度太高會影響色澤 炸到蓬蓬的中捲每一片都超大塊 外酥內嫩 口切彈牙 麵衣吃起來鹹中帶甜 薄薄的完全不搶戲 在每一道菜裡都看得出這老闆對客人的豪邁 像是選用中食不帶的鮮蚵做的油條鮮蚵 超大的蚵耶 油條炸過 然後鮮蚵用炒的 因為現在的人他不吃重口味 飽滿的鮮蚵在酥脆的油條上 鋪好鋪滿 飽薑鮮甜 和油條一起吃 它自口感中吃得到軟嫩 層次特別豐富 而鮮魚湯更是用當天現撈的海魚來做 招牌口味式味噌湯頭 濃香乾口 裡面的豆腐魚塊是越滾越好吃 店裡的料理標榜就是新鮮 加上好廚藝 難怪每到旺季就是車流不斷 本來是在台北賣衣服的曾慧中 服飾店收掉後回到故鄉萬里 在自家的鐵皮屋賣起快炒便餐 因為店面就在主幹道旁邊 一開張生意就很好 十年前卻因為捐盛給弟弟 休息了整整五年 弟弟身體不好 然後我就給他一顆生 不會決定要退休了 不想再做 不用做這個吃得太勞累了 後來他就叫我說 再帶他兒子出來做 然後又答應他又做完了 我開五次大刀 應該是這一次最勇敢的 可能是要給弟弟吧 他是在醫院是昆迷的 然後我就自己去比對 我也沒經過他同意 那他起來之後 知道是不是覺得給他 是不是很感動 應該吧 就你們比較不會講這些 不會不會 因為這鄉下人 講話不會很噁心 是要說自己個性跟男人一樣 其實曾慧中也有著一顆細膩的心 他忙碌於每個細節 就是堅持把最新甜的美味 帶給客人 應該是跟別的地方吃起來不一樣 很多客人講 因為要由客人來講比較多 由我來講我一定都做好的 對 唯一贏家就是先 既然那麼遠來到這裡 就要吃到爽 海派的老闆娘 讓海味更加有滋有味 每年就等這個時節 舌尖滿足可以儲存整個秋天 一般的鵝仔大腸麵線吃不過癮嗎 在新竹竹北有家麵線店 老闆加進各種的海陸配料 一碗麵線裡吃得到大腸 鵝仔 中捲推口 還有鳥蛋皮蛋 總共六種的豐富好料 大大滿足麵線控的味蕾 除此之外 這碗外面吃不到的隱藏板 老闆還特別將雞腹加到麵線裡 一口咬下 宛如豆腐的口感相當綿密 補充滿滿元氣 大腸鵝仔中的一個 第一次看到菜單 有這麼多黑犬圈 普通的大腸鵝仔是基本的 然後它有多了一些什麼 中捲 腿褲 一堆有的沒的可以選擇 麵線來說它算好吃的 而且料很多 我是台北人下來的 那其實來過很多次了 因為外面就是一般的 客宅麵線而已 不會有那麼多神奇的組合在裡面 什麼樣的神奇組合 讓客人甘願從台北到新竹 只為吃上一碗麵線 我是蚵仔加腿褲 加鳥蛋 很入味 非常入味 對 然後因為老闆娘都知道我喜歡手的 所以她都直接幫我挑 老闆你們這裡有什麼麵線 我們有大腸 蚵仔 中捲 腿褲肉 還有鳥蛋喔 你們可以先看一下 好煩喔 那我全部都要好了 有 哪一套全部都要的 不用擔心選擇障礙 滿滿一大碗麵線 多達六種料 包含大腸 仙蚵 中捲 鳥蛋 腿褲和皮蛋 料多到幾乎看不到底下的麵線 超豐盛的海陸饗宴 滿足麵線控的味蕾 各種配料還能混搭 超過30種的排列組合 每次品嘗都有新的驚奇 就是第一次看到有嚇到 怎麼選項這麼多 就是這邊就可以加中捲 然後又加什麼蚵仔 然後還可以加腿褲這樣 就是便宜又大碗 麵線你就是要讓它 有一點點黏稠度 但是又不可以太黏 然後它要能夠 麵線能夠很清楚 就是你會看到那個麵線是有濕的 最主要是讓湯頭很甘甜 麵線湯頭要好喝 老闆邱益聖 不單單只用柴魚片熬湯 而是自己煸豬油 大幅提升麵線口感和香氣 豬油本身是很天然的動物油 那我堅持自己煸炸豬油 可以增加麵線的這個亮度 以及順口度 阿波告訴我說 放了薑片可以去腥 從小跟在阿波身邊學做菜 簡單的料理 蘊含歲月的智慧 秋益聖 嘗嘗阿波的手藝 加薑片去除豬腥味 而熬煮麵線的湯頭 用海鮮提出鮮味 每天從嘉義東食 直送的新鮮蚵仔 不用裹粉 只要汆燙保留鮮甜原味 這個鮮甜味保留在這個 燙蚵仔的水裡面 那這個湯頭裡面 就代表鮮 所以我把它加入到湯頭裡面 茶魚片 木耳絲和自炸豬油 帶出湯頭的豐富層次 主角麵線 秋益聖堅持選用手工麵線 彈性和韌度才能達到它的標準 如果機器麵線 以前的市價是一台金30元 以手工麵線一台金不是60元 這就是我所堅持的 會但是好吃香 然後口感截然不同 這才是我們要的 在許多細節裡堅持 像是滷腿窟的時候 從汆燙 爆香到滷製 儘管費工 很多工序還是不能省 冰糖然後跟油去炒出糖色 然後融入 然後它這個琥珀色去包裹住 包裹住 一方面冰糖有甘甜味 第二方面是 這個貼的東西 它不會危害我們 任何一個食用者 然後悶要有時間 轉小火加鈣悶 煮一個小時 悶八個小時 它是厚實的 你要幫它滲透的時候 你也是老人家跟我們講說 你要讓時間讓它悶透 所以整顆的腿部才可以呈現出 整顆腿部的完整性 秋益聖堅料理 之所以遼弱執掌 是因為他曾在餐廳 葬過三年學徒 搭下基本功 退伍後為求高薪 轉往運輸業 當起連接車司機 然而長時間的工時 加上看到許多交通事故 他毅然離開 重回老本行 當自己的老闆 創業開便當店 二十出頭 沒有幾歲 然後心臟大顆 然後就 好啦 開就開啦 就開啦 然後那時候買的那個 那個師父 疊起來都比我的身高還更高 就是 對 因為你現在只要當老闆 所以你要做的功課 你要做的 一些要比一單人更積極許多 努力專研下苦工 便當店生意好歸好 無奈人壽不足 又適逢小孩出生 家裡便當店兩頭跑 實在分身法術 我還是以家庭為主 所以我把便當店收掉 收掉之後 有一段時間 我去餐廳上翻炒菜 去點薪水 然後我老婆跟我說 他要付孩子 那孩子逛高落地了 他想說在家裡面 做一個生意 然後我想了想 也只有面線最適 因為我是面線控 所以我就覺得 那就面線可以啊 那我們比較好準備啊 從愛吃的面線著手 他們發揮創意 將腿褲和面線結合 慢火滷汁的腿褲 皮Q肉嫩 搭配滑溜的面線 非常順口 蠻入味的 對 然後吃起來就是 不會彩彩的就是蠻入味 然後吃到會有汁 邱義盛負責內場備料 太太羅佳瑩 則在外場點餐 回想十年前 剛開始擺攤賣麵線 生意真的很難熬 我們最差的時候 一天賣一碗 對 一天賣一碗 一天只賣一碗 而且那個時候 等客人的時候 剛出息才剛賣的時候 不是賣五個小時喔 我是從早上七點 賣到晚上九點 因為你就生意很差啊 你那麼早打烊幹嘛 就生意很差啊 可是也沒有想過要放棄耶 就覺得說 客人一定是沒吃過 沒吃過然後不知道我們 我們的東西 對 所以我就是想撐 就是用很大的耐心去撐 我先生跟我媽媽都叫我放棄 說你乾脆去外面找工作啊 去外面再來比較多 在那邊耗著 在那邊等客人在幹嘛 所以 可是我那時候就說 沒關係 還是就我可以等 我可以等這樣子 差不多一年 那當初也是我老婆這樣子 很有耐心的這樣子 一直去 遲衡的每天做頭髮事情 然後不懈戴的這樣子 一直追妳 我也是很配合她 羅家瑩的堅持不懈 讓小胎慢慢被看見 相信每一位並不孤單 後來拓展成店面 陸續端出許多 創新的麵線口味 通常在燉湯料理 才會見到的雞佛 也拿來入料 讓大家可以比較輕易的 吃得到這樣子的 新鮮的雞佛 因為我們都是從 溫體雞湯那邊送過來 新鮮自大 我們堅持就是 你現點或現湯 蚵仔雞佛麵線 鮮上加鮮 都使蚵仔滑嫩飽滿 滋味鮮甜 雞佛一口咬下 微微彈牙 內餡像是豆腐一樣綿密 蚵仔非常鮮美 不會有那種腥味 有時候外面吃到別家的 不新鮮 那個腥味很重 不敢吃 它的新鮮度很夠 而且超大顆的 在竹北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它的東西真的是好吃 又比較便宜 它的飯就是三個菜 還有一個一個滷排這樣子 它最基本的 還有附贈一個味噌湯 對 這樣子在竹北75塊 真的吃不到 而且又吃得會飽 不是說吃不飽 店裡不只賣麵線 邱義盛運用過去的便當店經驗 賣起乳排飯 也很受到客人歡迎 大塊的乳排幾乎覆蓋整個碗麵 入口香氣四溢 肉質不會乾澀 還有每桌必點的花生米血糕 是吃麵線的好搭檔 裹上自製醬汁 花生粉和香菜 口感Q彈 但有一點點咬勁 不會太硬 滿Q的 然後也不會說硬邦邦 或吹不下去的 這一種是又很大事 成就感就是 累積了很多老顧客 然後這些主顧客就像 朋友一樣 每次來 我看到 看到臉不用講話 就可以直接做他的餐點 甚至看到車子就可以了 車子人都還沒下來 我就坐好 人已經進來好了 他們甚至會 帶早餐給我吃 帶咖啡 帶早餐 水果 很多客人的認同 所以他們會一直很願意的回來 回來 不吃會想念的那一種 夫妻倆用心穩固品 品質度過最難熬的時刻 讓豐盛多元的麵線 不是彈花一現 而是能夠細細品嘗 眷勇回味 五塊錢能吃到什麼樣的海鮮呢 在宜蘭撞圍有一間海產店 用餐時間滿滿都是人潮 大家衝的就是這一盤 算下來一片 只要五塊錢的綜合生魚片 有旗魚 黃金廢魚跟鮭魚肉 每一片吃起來都是鮮嫩肥美 油脂相當鮮甜 再搭配蔥焗火龍蝦 或是爆炒小卷 滋味更鮮甜 八號幾位 好 椅子不夠可能要坐園椅喔 今天人潮怎麼樣子啊 今天很誇張 還好我們很早就到 還沒開門 我們就在外面等了 爆滿 爆滿 現在已經全部已經沒有位置 可以走路了 生意超火的海產店 一道放飯時間 店裡坐滿爬飯的客人 想用海鮮大餐 店外 眼影來了成群的饕客 乖乖乏站等待店員叫號 廚房裡客人的菜單 一張接著一張等著被消化 大家會這麼甘願 願從各地殺到宜蘭撞圍來嘗鮮 為的是這一盤 小狗大碗 有四十片魚肉的五元生魚片 他們願意等出為什麼 因為一片五塊錢 超便宜 CP值很高嗎 對 CP值很高 小狗大碗 多少錢 只要兩百塊 一片多少錢 一片 五塊 五塊而已 好吃嗎 非常好吃 入口即化 客人苦苦等候 都要吃到的五元生魚片 一整盤澎湃的魚肉 兩張百元鈔就能吃得到 有 其餘 黃金廢魚 和鮭魚魚魚 其餘肉Q嫩肥美 黃金廢魚有滿滿的魚卵 一入口普姿爆裂 但香滋味在嘴裡散開 柔嫩的鮭魚肉 香甜油脂全進入到舌尖味蕾 是不少海鮮控的美味新頭肉 因為它的生魚片真的很便宜 又鮮甜 又便宜 一片大概在五塊錢 對 然後大概在四十片左右 可以任妳吃就對了 任我吃 吃幾盤 我可以吃兩盤左右 一片五塊 因為現在就是 外面生魚片都比較貴 所以這邊就是 兩百塊就可以吃到四十片 其實很信任的一個地方 很超值這樣 五元生魚片 可說是人人吃過 人人稱讚 能成功收服饕客得胃 背後藏的是老闆小胖哥 不怕客人吃的豪爽性情 因為我是想說人家講的 開餐廳要不怕人家吃 因為客人不進來 你本來一片可以賺個三塊兩塊 客人不進來 你連一塊都沒辦法賺 你跟客人先進來 他喜歡 反正我兩塊三塊慢慢賺 賺久雞少也會成多 舍得花成本的小胖哥 以前是熱炒店師傅 喜歡海釣的他 對食材鮮度相當標 鮭魚生魚片 一定是遠從八千公里外的挪威 新鮮冷藏二十四小時 空運來台 保證鮮度百分百 店裡桌桌必點的 現炒海瓜子 要炒得好吃夠味 時間火候都要拿捏到位 我們要很快 因為它的海瓜子的肉 才不會去給它老化就不好吃了 對 不然太久的話 它的肉就變老了 就比較沒有口感了 剛起鍋的塔香海瓜子 濃郁的九層塔香 只不客人的嗅覺神經 分量多到遠遠一看 還以為是一盤盛開的花朵 海瓜子炒得味濃鮮香 吃來鹹鮮Q嫩很順口 就像是客瓜子 越吃越順口 你看它的鹹味剛好 不會很死鹹 外面我們吃過的很多都滿死鹹的 但是它不會很死鹹 配飯還滿好吃的 那個醬汁 對 另一道韜客心中的美味口袋名單 超人氣的爆炒小卷 老闆給料同樣不手軟 滿滿的小卷 瀰漫出濃郁的醬香滋味 每一隻吃來肉嫩鮮甜 吃多開胃超實在 它很鮮甜 然後肉滿厚的 對 厚實感 就是咬起來滿脆的 不像人家外面有的小卷 是軟軟軟的醬 對 可是它沒有 它的小卷量也滿多的 一盤這樣225的 對 然後一個人 大概可以吃到五 六隻 對 很…分量很夠 為人海派的小胖哥 每道料理都很敢給料 絲毫不怕客人吃 所以開店這麼多年 累積了許多饕客 像是歌手陳生 米其林主廚江振誠 都是他的死忠粉絲 當初會決定開海產店 除了滿足海釣興趣 另一原因是混方派時 遇到了人生中的貴人 要他好好珍惜下半身 他說人的一生給你吃到80歲 他一生只有20年的時間 我說80歲怎麼剩下20年 他說你0歲到20歲 你想做什麼 心想可是沒有能力 60歲到80歲 你想做已經沒有體力 到60有沒有40年的話 你有一半時間在睡覺 只剩20年了 所以我現在都不想 不太感受 一天四五個小時 或許是認為這番話很有道理 小胖哥才決定揮別過去 重新振作開店賣海鮮 當天輔撈上岸的水姑娘 在水族缸裡悠遊納涼 船撈上岸的萬里三點蟹 每一隻都肥美瓦跳跳 這個水族箱是因為我喜歡 玩那個活的東西 因為最新鮮給客人的話 他們就不會說冷凍貨什麼的 都看得到 像客人買的話 我們都是說抓起來蹭給他看 價錢可以我們再撒 不行就再放回去 水姑娘龍蝦在高溫熱遊席裡 炸得全身通紅 噴發出迷人肉香 殼薄肉厚的水姑娘 一隻差不多在1000塊以上 價格不菲 有龍蝦界的LV稱號 是老頭眼裡不可多得的美味 因為龍蝦本身 它已經剛剛油炸已經有 差不多到五分熟了 所以我們把湯汁 給它收一下就好了 經過酥炸又爆炒的 蔥菊活龍蝦 炒出了濃郁的蝦肉鮮味 龍蝦肉吸飽醬汁鹹味 肉厚緊實不會過於乾柴 讓人忍不住沈浸在 濃烈的海鮮氣味裡 片刻不離口 越吃越順口 肉的話就是 那不是落狗雞的話 它非常的Q彈 然後Q彈之後你舉腳幾下 就是捨不得吞下去 對 多吃幾下再吞下去 回味 對 回味 因為畢竟不大隻嘛 有沒有很快就會吃完 因為太好吃了 那價錢怎麼樣子呢 價錢滿合理的啦 因為它在這種地方 真的在台北吃沒有啦 就算跑再遠 都要吃的生毛海鮮 絕對少不了這一盤 醬爆三點蟹 蟹肉經過了爆炒 提升了香味 炒得細嫩不柴 微微的醬汁鹹味 更提振食欲 吃來肉嫩微Q相當下飯 很鮮甜 然後它的肉也肥厚 他們家的東西其實來講說 是滿好吃的 因為我們來過很多很多次 然後每次朋友來 我們就是帶朋友來這裡吃 我知道 對 來幾次了 來很多是大概十幾次跑不掉了 不好意思 現場有拿號碼牌的各位 我們號碼牌都是現場叫 三次過號不厚薄喔 小胖哥的海產店 每天都像在板斗一樣 人潮接連不斷 菜色會如此薄得掏客青睞 關鍵就在小胖哥 選材用料絕不含糊 就是要讓客人吃得開心 東西比人家新鮮 比人家大盤 最少我們要比人家便宜 說真的 家人對我是真的太好了 永遠沒有放棄我 不能那時候要創業 她根本就不相信我 媽媽也是那時候都會來幫忙 小時候她剛開始的時候 她也每天都會來幫忙 那時候沒錢可以請人 就媽媽來幫忙剪菜 來幫忙洗碗這樣子 我都沒有履薪水 慢慢的說讓我做起來這樣子 對 年紀也滿大的 行動有時候不方便 她看得很清楚 小胖哥很感謝家人 無怨的付出 雖說曾經走過不歸路 但她用拼勁即時回頭 成功在宜蘭海產界 站穩腳步 這背後有家人對她的期許 還有她不輕言放棄的決心 您知道如何以不到十個人力 就能飼養三萬頭豬嗎 廣告回來帶您看這位台灣之光 歡迎收看今集的台灣 我是怡婷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近年來台灣畜牧業拼轉型升級 在彰化惡靈就一家五星級的豬社 老闆劉雲復秉持智慧科技的精神 一舉成為國內設備最頂尖 而且健全的現代化畜牧場 她以不到十位人力飼養三萬頭豬 成為台灣之光揚明國際 這是我們最新出的肉乾 它是我們經營的畜牧場 然後自己養豬自己生產的肉乾 然後現在有做就是像這個高粱口味的 可以試試看看 朋友跟我介紹的 對 他們說這一家的肉乾特別好吃 今天來之後有覺得很驚豔嗎 有耶 我覺得盒子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漂亮 然後它的肉乾就是吃起來 不會有死鹹的味道 還滿符合就是年輕人愛的那種口味 我原本以為是賣那種 餅乾類的商品 結果竟然發現竟然是賣肉乾跟米果 口感滿好很多汁啦 然後高粱口味很香 跟我印象中傳統的肉乾不太一樣 精緻很多 爆汁Q彈的高粱肉乾帶著淡淡的酒香 獨家配方的麻辣米果 以大紅袍花椒為主要基底 有著麻香卻不上火 我們肉乾有做蜜汁跟高粱口味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滿好說我想來太多 米頂肉鬆 大概有做大紅袍 口味跟肉鬆原味感 口味也沒有很重 就是也相對清淡啦 但就是吃起來會流香 我們是自己生產自己消費 所以我們可以把最好的豬肉拿來做 自己最好的加工品 或最好的肉品 這間位在台中的食品門市 所有產品都採用自家養殖廠的優質豬肉 結合創新技術 呈現出醇厚口感與獨特風味 食材來源就得用心把關 在農業部跟縣政府的推廣下 我們現在起地要動物福利 所以什麼叫動物福利 覺得說像讓豬二四個小時 牠都有飼料可以吃 牠想要吃一隻 你看牠去弄那個 牠去撞那個桿子 飼料就會掉下來 這就是一個動物福利的一環 走進位於彰化的五星級豬場 一隻隻小豬仔圍繞在母豬旁 見到人也不畏懼 活力十足 由孕婦運用智能衛絲系統 精準掌握每頭母豬飼料用量 並透過電腦自動記錄採食數據 解決傳統人力衛絲的不變 以前我們養豬產業 大概九成都是傳統養豬場 然後我們現在在 推廣密閉負壓水 所以我們大概我們的溫度 就會設定在二十五度 所以就是你大概看到 你進來牠不會緊張 很涼 然後你的進來的 你有沒有發現到也不會湊 也是盡量把裡面的落菌素 降到最低 用紙外的把它降下來 濕度我們用風速來解決 如果風速濕度高的時候 我們用風速把濕度帶出去 當然我們台灣是因為 下雨天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濕度 大部分如果在夏天的話 有在下雨可能都在八十幾趴 所以都在八十幾趴的狀況下 你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就是要靠你裡面的風速 採訪這一天室外溫度 逼近三十六度 養豬場沒有預想中的臭味薰鼻 生產室環境 有如坐月子中心般 即使我們處於豬舍裡 又穿著隔離衣 但是恆溫空間 卻讓我們一點也不會覺得悶熱 劉雲富從大學畢業 就決定未來要投入養豬產業 累積將近二十年的經驗 與資金之後 於二零一七年創立第一間 現代化畜牧場 我們是球末鑄鐵人高床 我們高床下面兩公尺 水塞在這裡流下去 所以就不用再洗了 水塞比較好處理 省工省水 所以它出入的感覺 就還滿舒服的 你不會打擾到它 這就是高床的好處 然後你大概看到 我們後面全部都紫外燈 你現在我們現在在裡面的空氣 你在公圍或不會燒 不會可以也不會不舒服 你現在我們人不會不舒服 租在裡面二四小時 它自然是更好的環境 所以我們要考慮 空氣跟水 我們都幫它考慮到了 劉雲甫相當重視養豬場的空氣品質 通過高床設計 有效阻隔臭味 並在屋頂安裝紫外線殺菌系統 為豬隻打造健康的生活環境 菌木業的升級其實有智能化 有科技化 也有設備的叫做一貫化的一個部分 那今天來到這個牧場 就是把傳統的那個豬舍 然後轉變成很多的通風 包括那個日光燈 它用那個紫外燈做殺菌的作用 所以它這個弱菌素 細菌素會比較少 所以現在講究我們農業的 就是精準化農業 那希望能夠把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帶給我們所有的虛木業 其實虛木產業產值那麼高 當然相對我們也要把環境 把水的部分能夠做防治 那更多的現在很多的豬場 也把它的堆肥 變成一個堆肥以外 能夠資源化 甚至於也有用這樣子 產生澡氣來發電 秉持著智慧科技養豬的精神 劉雲富以大約十位的人力 並可肆育三萬頭豬 一舉成為國內設備最頂尖 而且最健全的現代化畜牧場 母豬和肉豬才異地飼養 減少垂直感染的機會 並且結合智慧科技 導入中央監控諮詢系統 隨時掌握各棟豬舍內 豬隻的飼養情況 就是我們的 它這每個小時 它的溫度的變化 它的曲線圖正不正確 我們看正確 就知道我們裡面設定 好不好 最主要就是精準 精準管理 一定也不會耗特別的電 就是說 我現在溫度多少 我風量多少 它就已經達到那個降溫 我不用開很多風扇 就是說這也是一個精準的管理 為了解決豬舍內常見的水污染問題 城內設置了三頓式廢水處理系統 將高床下的糞尿廢水 進行故意分離 經過營養發酵之後 還能灌溉周邊田園 進一步推動了循環農業的發展 徹底顛覆傳統養豬場 臭味四散的刻板印象 大幅降低對環境的影響 這是我們的放流水 我們符合環保局放流水標準 你看就是河澀的水很乾淨 我們三段式處理營養發酵 然後至少要發營養十天以上 才可以放流 對 好 它味道 醬料味道 你看你剛剛聞到 我們不是出臭味嗎 我們是發酵過的味道 所以它就幾乎發酵過才出血水 我們傳統的思維會想到的就是 很臭 然後很髒亂 根本連想要進去的意願都沒有 那它這一場剛好跟它 跟我們一般傳統的薰物廠 是形成很大的反差 我工作的地方長期就在他們的薰物廠旁邊 那幾乎沒有任何的意味 那在環保的規劃上 老闆也非常用心 不論是在設備 人員 或者是管理上都 應該算是台灣的標竿 個人是這樣子覺得 劉雲復說 傳統養豬廠應該做出改變 除了創造五星級的養豬規模 寫下畜牧業的傳奇 它也以產銷一條龍為目標 創立自由品牌 希望提升台灣豬肉 在消費者心中的價值 進而讓台灣豬站上世界舞台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個性海派的曾慧洲 讓海味更加有滋有味 每年的螃蟹劑 帶給客人慢慢的享受 以及從一天只賣一碗麵線 到現在客人蜂擁而至 秋益聖夫妻倆相信 每位從來不孤單 用心道理絕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這些都是平凡人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謝您接的收看 也歡迎全球觀眾一起上晉級的台灣YouTube 按下訂閱跟分享 我是怡婷 我們下次再會 請按下訂閱跟訂閱 小組合